因应地方创生议题台东县政府农业处18号举办第三届农村好学讲座活动 规划地方创生青年板乡及农村器官等主题 邀请到产学界讲师分享经验 期盼借助谈方式提升小农及相关业者营运管理层面向的知识 也串联地方产业形成产销友善互惠的合作模式 来自包总茶香新北平临的青年蔡威德 在台上分享一手打造的地方创生工作室金瓜三号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间取得平衡反转地方产业 这场由台东县府农业处主办的农村好学系列讲座 今年已迈入第三届 回应政府反转设计地方创生的计划 透过讲座交流串联地方产业 行速产销友善的合作模式 最基本的农村产业一直到文化的传承 生态的保育 青年回流的一个创业 甚至因应现在新的地方创生的议题 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可以被值得探讨 今年讲座特别规划 一起来玩地方创生 青年返乡甘苦谈 农村企业营运管理等四大专题 并以问答的方式 让农村社区伙伴 能有更明确的规划与愿景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到农村 然后另外就是希望说配合现在行政院国发会 在推的地方创生 农村其实是我们过去社会的复兴基地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题 其实就是因应了这些新的趋势 农村好水讲座以交流对谈 从成功的经验中截取未来的方向及策略 并透过人改变人 将地方能量聚集进行跨域合作 共同为台东营造发展愿景 记者家会台东市报道